哈囉 大家好 我是葉提老師 今天要講一個非常辛辣的主題 教你如何輕鬆找到年薪百萬的工作 很多同學和葉提老師說他想賺大錢 而且他想快速賺大錢 唉呦 這個問題 說實在的不是很難 葉提老師有解決 但是你想要快速找到這份工作 你也要有能力做才行 不過很多同學最大的問題是說 我該念什麼我才可以找到這樣的工作 或者是說我要做什麼方法 我要念什麼書才可以找到這樣的工作 所以問葉提老師這樣的問題的同學 並不是想要做一些非法的勾當 他其實是很想要認真去念書的 他想要找一個方向 是可以讓他快速賺大錢的方向 葉提老師常常在說人生不應該只是賺錢 但是既然同學都這樣發問了 那葉提老師只好幫你想辦法了 我就想說這個問題不難 你為何不從結果論來去找就好了呢 你今天與其在想說我念電機系 可不可以年薪百萬 我念設計能不能年薪百萬 其實這些答案通通已經有了 你只要上人力銀行的網站去找工作 把這些篩選條件去設定好 不就好了嗎 唉呦 葉提老師說得輕鬆 真的有這樣的工作嗎 葉提老師今天就帶你來發現這些工作 我已經在人力銀行的網站上找好這些工作了 首先你把篩選條件設定成說 我的最低的薪資門檻是一百萬以上 年薪一百萬以上 那我們不能說什麼 要求工作經營二十年才一百萬嘛 這樣太慢了 這樣才不是什麼快速致富 葉提老師不可以這樣 沒錯 我們要貪心一點 We are 我們要Greedy一點 不會講 好 那我就設定我們工作經驗要在兩年以下 到底有沒有兩年以下工作經驗 並且年薪百萬的工作呢 有 並且葉提老師歸納出了七個 各位有想到是什麼工作了嗎 我們馬上就要開始囉 3 2 1 首先第一個 業務 說到這個大家一定知道 誒 這個理所當然嘛 像葉提老師有些同學啊 朋友啊 他念本科系 他畢業 他可能覺得說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說有一些科系他的起薪相對比較弱 或是他根本就沒有興趣 那有些同學就跑去當了業務 我有看過汽車業務 保險業務 還有房仲業務 以及一些美語的那些業務 那有些業務 業務其實就不看學歷啦 就是看你的能力 你一個月能夠接到幾張單 一個月有多少個客戶跟你成交 你就是 人氣網 或者是你這個 成交網 對 曾經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應用外語系畢業的 他那個時候 然後葉提老師還在念書 他已經在找工作了 他那個時候一個月 怎麼找都是三萬啊 兩萬八 應用外語系的起薪 他覺得非常的憤恨不平 於是他就去找了一份 英代外語的業務 他講說他是應用外語系嘛 他就去當這個 語言補習班的業務 結果變成業績網 他原本人家開三萬嘛 兩萬八很少 他一個月八萬十萬 這樣這樣在跳的 所以說 如果你是一個擅長語人交弟 或者是你很喜歡 業務這種性質的工作的話 各位可以去挑戰看看 他是一個很輕鬆 就可以得到百萬的工作 所謂很輕鬆 並不是說你工作的時候很輕鬆 而是說 如果你有熱情的話 他並不像是 你什麼電機系啊 公務員啊 你要熬個好幾年才可以 你有能力 你就可以很快的 年薪百萬 第二個工作 我在人力銀行上 看到最多的 是大醫院在找醫師藥師 你說業績老師 你騙人 醫師啊 不知道在念個七年 還要實習 不好意思 我們設定的條件是說 第一個年薪百萬 第二個工作經驗兩年以下 我們醫師藥師這種職業 他確實不會太需要太多工作經驗 就可以到年薪百萬 因為畢竟 醫師藥師的培養 他都是很長期的 所以他 起薪很高 就可以年薪百萬 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你只是一個很想要念書的人 你不想出社會 你有出社會恐懼症 那你就可以去嘗試念醫學系 你就可以一直念書 一直念書 念了那麼多年 出來後 直接年薪百萬 對 當然這個可能是有點 節目效果 但是各位 這是一個篩選出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參考看看 如果你覺得你喜歡念書 你可以在學校念個七年十年 或者去實習 就是類似這樣的 那出來你變成一個年薪百萬 其實當醫師藥師是可以的 第三個 建築師土木祭師 就是古本人 建築師土木祭師 他可以年薪百萬的理由很多 第一個就是說 他是有政府背書的 他是有法律效力的 什麼叫法律效力 也就是說 我今天一家營造廠 我要蓋一棟房子 法律規定 政府規定 我必須要有 建築師或者是土木祭師的 蓋章 你才可以蓋房子 所以光這個規定一出來 建築師和土木祭師的 身價地位就大漲了 我今天 我一個建商 一個承包商 我非常會蓋房子 沒有用不好意思 我一定要土木祭師蓋章 這是一個專業的認可 因為各位都知道 蓋房子其實不難 我就是模板組起來 鋼筋放下去 灌起來 土填回去就好了 但是為什麼要 建築師和土木祭師蓋章呢 因為它並不是說 你表面上看的那麼簡單 你可能會有一些深層的問題 是需要做結構計算去處理的 所以政府不知道在某年的時候 訂了這個規定 所以說建築師和土木祭師之所以 能夠一出來工作兩年就可以這麼值錢 是因為它有政府的背書 而且它是一個經過國家考試 還選出來的一個結果 差不多是這樣啦 第四個 海外小主管 通常年薪百萬 你又可以 經驗需要很少的話 就是外派嘛 你去海外工作 你的薪水本來就比較高 通常呢 他就會叫你去當 什麼越南的紡織廠廠長 我看台灣 最多外派的就是一些 工廠涉及在外國的 比如說紡織廠是最多啦 紡織業這樣 所以如果你 不排斥到海外 你就是離鄉背景嘛 或是你可以去 去做一些漁船業 漁船業也是一個非常高的工作 我沒有把它列下來 我把它都列為是海外 海外這一塊 你可以忍受說 假日的時候不回家 都待在海上 一個月半個月 甚至半年才回家一次 那你理所當然的 你會賺到一個很高的薪水 第五個 光學工程師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 所以我把它獨立列出來 通常它是一個物理系碩士 所謂光學工程師呢 就是在研發那個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投影機 各位選到商科都知道投影機吧 投影機 你有時候品質很差 你投起來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畫質怎麼這麼差 那相信各位也有在逛一些科技展 或者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最新科技的影片 它就只是一台投影機 可是它投出來的畫面 跟你電影院放出來的一樣 這就是光學工程師在做的工作 你可能要去研發一些光學模組啦 這些零件都非常的貴重 那當然你的技術也就是更值錢了 第六個 系統開發工程師 你可以說這一塊是一個資工系的總結 當你資工 就是資訊工程 電腦工程這一塊的人才 你其實不太需要學歷的 你其實不太需要 你需要的是作品機 就算你今天只有兩年工作經驗 那 你也是可以當上這個開發工程師的 如果你學的領域是特別冷門 又特別的值錢 特別稀有 那當然有一些大廠就會想找你 像之前台灣不是有一個人才 他研發出什麼 5G技術 對 5G技術的一些 他解決了一些問題 哇 碩士一畢業 直接被蘋果 什麼年薪三四百萬 這樣給他簽下去 所以說當一個工程師 尤其是開發工程師 當你要做一些研發的話 他的價值是很高的 畢竟你創造的價值是一個核心的東西 他並不是以勞力或時間去換取公司價值 他是一個 怎麼講 你1和0 有和5 你開發出來 你就可以獲得這一整塊的大筆 這塊系統開發功能師 也是非常值錢 如果各位念工程的 念資訊工程的 電腦工程的 不妨往這塊去搜尋一下你的工作 最後一個 第七個 外商 在台灣呢有非常多的外商 甚至連台灣的股市 70%都是外國的資金 那在台灣也有設立非常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就是一個科技島 我們很多的半導體啊 儀器啊 很多的外商公司在招聘人才 都是 也是這樣 年薪百萬 那你也兩年工作經驗 通常他們這個要的都是碩士畢業 那還有一塊 生物醫療 也很常是外商在搞的這塊 那今天介紹的七種 職業 就是我們在人力行上找到年薪百萬 卻又不需要到 卻又只要兩年工作經驗的 這些職業 就在這邊 我是葉提老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